大家好 我是这里闪电 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氏三姐妹 宋美玲 征服美国的国会演讲 尽管引发了种种不愉快的小插曲 但是小美的美国之行还是非常的星光灿烂 因为她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 就成为风靡美国的演讲达人 1943年2月18日 宋美玲第一次登上美国国会演讲 有了从小在美国成长的经历 再加上在中国多年的登台演讲的经验 小美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一样 闪亮于西方大舞台 小美的演讲服是一件紧身的黑色长旗袍 开插近膝 端装保守 但极富古典气质 两万枚拔得细细的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手上戴着简单一圈但名贵的翡翠玉镯 鲜鲜食指涂得鲜红 脚上是一双透明的长筒丝袜和高跟鞋 这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美人 一张嘴却是Ladies and Gentlemen 标准的美音 十足的穿越 老外看着它 就像我们在听外国人唱中文歌一样 稀罕得不得了 议员席和旁听席上坐无虚席 人们一个个张大了嘴仰头看着 伸着大巴掌啪啪鼓掌 在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 小美缓缓挥手 向鼓掌欢迎的参议员微笑汗手 她登上主席台 用目光示意众人安静 然后倾起朱唇 我不是个会说话的姑娘 更不是个演讲的专家 但是呢 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的时候 参观了总统的图书室 看到了总统先生的演讲稿 摆在玻璃窗里 从初稿到最后 一共有六稿 昨天呢 我和总统先生聊到这件事 我说 总统先生 像你这么好的演说家 也要先把草稿改这么多遍 让我觉得好像我多改几遍稿子 也可以站出来演讲啊 总统说 你还没看到 我已经改了十二遍咯 这样来看的话 我今天冒昧站在这里说一段话 希望大家看在 我已经改了这么多遍的份上 能够原谅我说的不到位的地方 小美一说完 人群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小美又继续表达了 她跟沙姆大叔套近乎的希望 我的少女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不但会说你们的语言 而且我的心里想的都跟你们一样 所以今天见到你们 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呢 就这样 小美的演讲时不时被掌声打断 有时候掌声会长达五分钟 而小美在最后总结陈词时 又获得了满堂彩 我们中国人民 在这五年半的攻打小日本的过程中 一直秉持了一个信念 那就是经过光明正大的抗战 最后接受失败 比屈膝求和的可耻的接受失败 更为明智 众院议事厅爆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一位议员说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宋美玲差点让她掉下眼泪 小美的演讲 在整个美国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无数的美粉从全美各地纷纷寄去信件 其中有古稀老人 也有年幼的孩子 就连众议院的议长雷鹏 也向众议员热情送赞了她 并邀请她来发表演讲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 全国性的记者会 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 172名记者挤满了办公室 争赌亚洲第一夫人的风采 宋美玲像个参加新专辑发布会的新人一样 坐在中间 罗斯福夫人坐在左边 一只手放在宋美玲的椅子上 像是母鸡保护着小鸡 罗斯福则坐在左边 向叔叔介绍她美丽的侄女 罗斯福还特别客气 让记者们不要问太难的问题 以免宋美玲答不上来太难堪 宋美玲倒是不怯场 她穿着一袭黑色旗袍 身上唯一的事物 就是胸前别了一支中国空军的军灰 微笑地说 我在中国战场访问过前线无数次 从来都不感到害怕 我看到你们都是满脸笑容 就能感觉到 我是你们美国人民的朋友哦 热烈的掌声又一次响起 但是大家却没有因此对她手下留情 尖锐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 有个记者问她 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其人力 小美脸上略过一丝不爽 她立刻提高声调回答说 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 但缺少军火 中国不缺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 一个记者马上追问 中国如何获得军火 小美转过头 脚狭地看着罗斯福说 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 度过许多危机 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 罗斯福一看 嘿 这个狡猾的姑娘 还懂得把球踢到我这儿来 她立刻起身接枪说 要把飞机和空虚品运到中国去 可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但是美国政府正全力以赴 把这些重要物资送到中国 小美盯着她的眼睛追问说 多快能运到 罗斯福眼睛一转 巧妙地答道 上帝让我们多快 我们就多快 说完 她很得意地往后一靠 自以为巧妙地终结了这个话题 但是没想到 宋美玲竟然站了起来 像是对记者说话 但其实 脸缓缓转向了罗斯福总统 诚恳地说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自助者 天助之 罗斯福尴尬地哈哈大笑 连忙说 是的 是的 我们会加快速度 一说完 记者又开始询问 飞虎队在中国表现如何 宋美玲立刻不吝赞美地 赞扬美国志愿飞行员 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罗斯福心中暗暗不爽 她知道记者会如果继续开下去 宋美玲注定要抢了她的风头 于是宣布散会 2月28日晚上 宋美玲一行人离开华盛顿 前往其他城市 继续展开她忙碌而紧凑的 中复美国演说行程 既然到了美国 宋美玲自然不能错过 所有演员的梦想之都 好莱坞 听说会有200多名 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明星到场 小美激动了 劳伯泰勒啊 贾利古博啊 英格利鲍曼啊 凯瑟琳赫本啊 亨利丰达啊 泰利海华斯 秀兰邓波 小美摩拳擦掌叙事待发 这简直是跟好莱坞大牌一较高下啊 好莱坞也摆出了全明星的派头来迎接她 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 演奏了专门为这次演讲谱写的 蒋夫人进行曲 而所有接待工作 由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大卫·塞尔兹尼克 一手布置督办 在好莱坞原型竞技场里 三万听众其中不乏一流明星 恐怕在小美之后 很难再有一个中国女人遵享这样的待遇 成功的演讲之后 宋美玲在美国进行募捐 在纽约 芝加哥 洛杉矶 旧金山等各大城市 都有获得前所未有的轰动 历时七个月大有掌获的新大陆之行后 1943年7月4日 蒋夫人终于心满意足地返回重庆了 许久不见 蒋介石和宋美玲之间的那点小别扭 也慢慢扭回了正常状态 看着宋美玲在此次美国之行中造成了巨大影响 蒋介石忠心觉得这个老婆是无论如何不能再下堂了 而小美呢 虽然在美国药物扬威了这么久 但她慢慢明白 没有蒋介石 她是无论如何也抖不起来的 两个人就这样达成了默契 恢复了和好如初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